这题目 这题目里面大概就是会有几个部分 106这边 它是什么 某大学针对大一进行 资讯能力的检定测验 然后总共10题选择题 然后每一题都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答对或答错 我希望怎么样 就可以用Excel来做评分的 直接用公式就可以把它做评分 而且前面可以用符号打勾来做出结果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先把题目先打开一下 这一题我先把它104先关掉 把它储存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有个标准答案 分数的话10分 也就是实题一题 一题的话一题10分 OK 总共10题 总共100分 这个是他作答的这个人的作答结果 到底答对还答错 我们要把这个结果给秀在这里 最后答对的题数有几题 它的成绩是多少分 并且把它做出格式化 最后答案这次长这样子 最后做完这次就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针对这一个人的成绩 他到底有没有答对答错 我可以用什么 用打勾表示说他是正确 然后答对的数量 我除了可以有数字之外 也可以在这上面做一个长条图 并且算出他的成绩 这要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 这是用Excel里面的功能 就可以完成了 首先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 他第一题 其实就计算 针对这个题目 他第一题就是说 学号栏位 通通转为通用格式 所以A4到A300 等于是有大概快300位同学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A4在这里 学号 然后一直到最下面 我建议是Ctrl-SYB向下 就选到A300 所以Ctrl-SYB向下很重要 这个还蛮好用的 然后把它变成什么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有几个方法 按滑鼠右键 储存个格式 这样会比较宽 或者是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修改 这边也可以改 不过我的习惯是按右键 Ctrl-SYB向下右键 然后右键除成个格式 把这边的数值 其实这个也是数值 其实从这边都可以 改为通用格式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通用格式 里面基本上就恢复 它原来里面的数字 因为你会发现后面 多两个小数点不需要 就恢复按确定的话 你看看就没有点零零的格式 或者其实从这边点也可以来 这边也一样 有通用格式 你可以选通用格式也可以 好 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第二部分的话 他说 这也是最难的地方 第二题 他说第一题到第十题 答错的栏位 答错栏位 这边有几个栏位 那需要用什么呢 用if的撰写方式 也就是说要比对什么呢 你会发现 答案在哪里 基本上答案在上方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今天第一集 他如果答1 那就答对 如果他答4 那当然就答错 所以对错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不是用那个人工的方式判断 而是用Excel里面的if函数 所以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边第一个部分 第一题先玩 第二题先稍微试试看 希望能够知道什么 到底他答对了 那当然以前如果改 假设 张老师现在也蛮辛苦的 为什么要改成绩 改成绩如果不会用一些方法 或者是永远成绩都改不完 像你们的成绩 你们的作业 你们的其中考试也是一样 我发现这一次 同学表现蛮好的 大概一半所有的同学 都把两题都做完了 是不是太简单了 还是怎么样 你们每个都 而且两题都做 而且两题都做得 还都正确 所以显现有一半以上的同学 好像对Hotcoin 感觉是 应该会比较有学习的意愿 我觉得好像因为Hotcoin 可能感觉会比较 互动性比较高还是怎么样 OK好 那上来的话 不过我是觉得以Sail 也可以把它好 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如果你会的话 以后你就学成成绩 就打成绩就蛮快 可是怎么做 他的答对在这里 可是他到底有没有正确 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写一个公式 判断这两个到底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给10分 所以像这边的话 如果他答1就输入10 如果他答的不是1的话就0分 所以答对就是10分 答错就0分 总不可能说你用眼睛看 0分 这边是0分 这边是0分 那如果你是这样在改成绩的话 总共像这边有多少人 感受向下 快300个 天哪 那你如果改到什么时候才改得完 所以最好的方式怎么样 用逻辑判断 那怎么做逻辑判断 就是把这两个比对一下 如果这两个一样的话 那就给10分 如果不一样的话 就给0分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这个关键的地方 今天这一题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请你游标 放在i的4储存格里面 第二个的话插入一个函数 找到逻辑 就是if 所以特别说 以后如果你要做逻辑判断 if就很快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逻辑叙述在这里 如果为true的时候 那就10分 反思的话就0分 ok tue的话就10分 不是的话就0分 0分再打在这里 这边是输入10 有没有 逻辑什么 如果这个 这个是标准答案 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跟这个相肯 是的话就给10分 不是的话就给10分 你会发现这两个有没有 没有就给0分 好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但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可能会有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一题最难的地方 因为我要待会一定是怎么样 对不对 向下填满 那可是向下填满特别注意 向下填满的话 只要是数字 1跟4的话 它都会自动帮你加1 所以如果这边就要向下填满 那这个位置有没有 H1向下填满的话 那就变H2了 那H2的话 那是相对怎么样 如果变H2那就不对了 就不是我们要的标准答案 就变成什么 变第一题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边就要 你要需要做什么 请你记得 把1的前面加一个什么 锁起来 是什么 钱的符号 对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如果这个不会钱的符号 那基本上你要做出正确答案 就会有问题 好 给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这个10的成绩 如果对的话 就给10分 不对的话就给0分 当然这边应该也是OK的 只是说 我觉得比较正确 应该因为这边有10这个成绩 你干脆直接拿这个10 把这个10分拿来 因为将来如果这个成绩 会有变动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调整 只是说等一下一样会向下 可能一样还有其他题的位置 所以记得F1这个地方 其实F跟1前面都把它锁起来 我按F4好了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储存格 相对位置都是指向这里的话 那就是蓝跟列通通锁起来 特别说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最后的方式结果 OK 所以两个比对一下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就给10分 那10分我是参照到这个位置 F1 因为将来这个格子里面有很多要作答的位置 所以要把它锁起来 蓝跟列通锁 那0分不用 因为0分反正就是直接输入好了 OK 按确定就可以了 记得锁很重要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其实理论上它会自动向下 因为我刚刚有书录 你会发现这文章它已经帮我 把那个 答案 就是它自我日记的全部改完了 有没有 等于接近300个学生的成绩 第一题就改完了 可是问题来了 第二题怎么办 第三题第四第五第六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这个公式刚刚有锁正确的话 你去Ctrl-C一下 然后怎么样 在这边怎么样 Ctrl-V就可以了 Ctrl-V之后因为它 对应的位置 我没有锁前面的蓝 所以它现在变成J 刚好是这个图存格 这个J4的话 刚好就前面这个资料 F1刚好锁起来 所以是对应这个位置 其他里面有个码 像它的前码 这边也改完了 所以一样的方法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Ctrl-C 分别贴到 3 4 5 6 7 8 9 10 全部都完成 然后再来 向下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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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基本上 它就全部改完了 OK 剩下来就怎么样 再来就是还有几件 还没有完成 如果我希望答对答错 我不要用那个数字来表示 我需要用打勾 如果对就打勾 不对就不要显示 如何把那个0跟10 变成那个图示 有点像平分打勾 表示有10分 再来还要做什么呢 就是最后还要计算 它到底答对几题 它的成绩是多少 这题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关键地方 特别注意 就是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这个位置是H1 跟H4 这两个有没有match 如果match的话 那表示有10分 10分我是抓F1上面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数字抓过来 然后0 OK 所以请各位试 其他部分的话 就是用贴的 向下填满 我们来花费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